再来看的是这位曾经在KKBOX钢琴排行榜上得到冠军的流行演奏家VK客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呢他患有僵直性脊椎炎 发病时连呼吸都很困难 因为关节僵硬无法正常行走 肢体移动时也疼痛万分 和周杰伦一样患有僵直性脊椎炎的流行钢琴家VK客 却又病痛的身体踏上演奏之路 将直性脊椎炎让VK客驼背身高受限 座椅还必须垫高才能弹琴 严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呼吸 比方说像高音的时候 很多人家不是会高音弹完弹地音吗 对然后就是就是那个就是有点卡卡的 对那就可能就是用依偎一下就快速的 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克服 幸好发现病因后VK客靠着打针吃药 得以抑制体内发炎 然而多数患者却没有那么幸运 将直性脊椎炎容易发生在16到20岁的男孩身上 家长常常以为是运动伤害或生长痛而延误就医 但将直性脊椎炎是免疫系统异常的慢性病 最严重除了筋骨动弹不得还会引起并发症 整个关节肌腱的以外呢 它常常也会引起这个肺部纤维化 那甚至于会引起肾脏的病变 脊椎一旦僵硬无法弯曲也会影响生活作息 医生建议如果发现弯腰困难酸痛等症状 不妨直接做抽血检验 找出病状以便及早治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